請到這個任俊 當然這個你怎麼看 這個趙昊康昨天上館長的直播 如果賴清德拆掉 他本來就該拆的違建 那我就辭掉 本來不該辭的中廣董事長 你怎麼看這個趙昊康的說法 那柯文哲呢 則是這個警告國民黨 敢封殺我立委調實席 到底有沒有這麼嚴重 其實我覺得因為趙昊康 本來就沒有要辭中廣董事長 這件事情 他已經講得很白了 那至於說這個賴清德的違建的部分 新北市政府也都做的認定了嘛 就是叫做既存違建嘛 那就拍照嘛 所以這本來就是八竿子打不著 但全部把它混在一起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到 他可能也想做的東西 叫做節目上的效果 又來節目效果 就是大家就笑一笑 這件事情就知道就沒有了嘛 就像他講說 這個他如果當選之後 要推動這個所謂的內閣制 那這個是不是副總統 能夠推動的職權 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現在看起來要這個 這個侯友宜嘛 但我有聽到侯友宜的講法 也是說他們也會這個什麼 會朝這個目標來 因為他講的也很特別 他說我如果沒有推動 那就辭職 什麼一年我就辭職 那他只要如果他真的上任的話 只要宣布說 我從今天開始推動 這就已經有在做了 有沒有達成 他也沒說一定要推動完成嘛 那這個也跟我們體制上有關係啦 所以我覺得對趙紹康來講 當然他的言論 他的這個媒體的話語權 跟他的在媒體 或者在群眾前面的魅力 不好意思我這樣對侯友宜可能不太友善 但我認為他其實比侯友宜高 所以趙紹康自己也都覺得說 他可以幫侯友宜加分啊 這個沒有問題啦 侯友宜可能有他另外的魅力 要懂得發掘的人就會喜歡他嘛 可是回來就是因為趙紹康 他在這麼多年裡面 雖然他沒有從政 當年台北市長選團之後 他就講說他就是要不再 不再接觸這個政治嘛 所以他沒有從政 可是他這這麼多年基本上都在政治圈裡面 因為他評論政治 或者是開這個所謂的節目 所以大家對他並不陌生 那這麼多年下來你就會發現到 對每一次所發生的時事議題 他都有他的說法跟看法嘛 那現在就被拿出來大家一一的解釋 比如說他最近去跟這個學生座談啊 那就跟學生座談的時候 大家就會仔細講說 那你們現在推這個所謂的1500萬 但國民黨都有國民黨的說法 我也都尊重啦 因為現在國民黨覺得 他們推的那個都很棒嘛 那有當選之後大家再回來質疑 那可是問題是當年這個徐國勇 在當內政部長的時候也都提過 他也都提過就是500萬的這件事情 趙少康在那個時候他是怎麼批評 他說你500萬 你說說拿什麼一成的自備款 然後500萬的自備款是 自備款只要50萬 但後來450萬是要付本金跟利息 當時趙少康說 這個對年輕人的未來是痛苦的 現在大家質疑1500萬的這些 趙少康說時空背景不一樣 因為當時那個什麼實價登入沒有很多 現在呢基本上已經有實價登入了 沒有這個問題 但大家質疑說房價漲跌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聽到國民黨有人辯護講說 本來就有風險嘛 你自己要評估清楚 那這個也會讓大家覺得說好像 那你那如果當年你現在貴人家多人家三倍 我都不要講預算的問題啊 一個人1500萬 十個人就1億5000萬 我現在聽到 聽說是5萬個名額啊 那這樣是7500億啊 那怎麼辦 我不知道喔那裁員的部分另外再看喔 那還有包含到就是說 那個18歲公民權的部分 趙少康的意思是他後來有解釋 因為這樣連講說 你以前也曾經講過說幹嘛給這個年輕人 什麼公民權之類 但趙少康說他從來到尾沒有反對 那現在大家就足度去翻說 2020年的時候趙少康當時的說法 所以有一些這個學生居然聽到 趙少康他現在解釋這一些東西 會覺得說 那你當年講的跟現在講的都不一樣 我舉個最最最最有趣的一個例子喔 他在跟學生座談的時候 有講到說國民黨提了 有許多黑金背景的立委候選人 那如何說服學生支持 你知道趙少康當時的回答說 你不能因為羅明財的爸爸是羅浮柱 或顏光橫的爸爸是顏輕鏢 就說他們不能選 不好意思我是用媒體的報導 我給各位看一下 沒在說我跟點名了 媒體報導說 這位是趙少康說的 說點名裡面這幾個人 但沒有關係 我從來都認為 本來這些人如果自己沒有法律 沒有剝奪他的時候 你是不應該阻止他參選 但我覺得趙少康要去說服一下 中東景跟中東景先聊一下 因為當時中東景在苗栗的時候 就是國民黨 哦 你有背景嗎 你有歐洲背景嗎 你去做什麼啊 結果中東景那時候多次出來喊冤 校正對象就是國民黨嘛 如果趙少康這個 我就完全支持趙少康說吧 那你要不要問一下國民黨 要不要問一下朱立倫 為什麼當時把這件事情 弄到這麼難看 後來人家中東景當選了 你沒有跑去跟人家講說 我們都是好朋友 這也很奇怪嘛 就是那個態度 我現在認為趙少康有很多的態度 跟國民黨黨中央的立場 跟過去所見的其實都不一樣 那我們要相信要接受的是 那個國民黨 還是現在趙少康所代表的國民黨 副總統候選人的國民黨 我不知道都沒有解釋清楚 所以現在大家就會覺得就是說 趙少康這些做法 到底是不是有加分 還是實質上是扣分的 但我覺得到目前為止了 因為這裡面其實藍綠到現在為止 你剛特別提到的民調 我覺得他當然呈現的就是說 藍綠到未來還是會對決 那柯文哲我沒有小看他 但柯文哲的得票的結構 基本上他有點拉藍又卡綠 所以這一塊就變成是很難評估 現在有點有趣 你知道嗎 以前民進黨在打選戰的時候 是真的喊打喊殺 對就是創造議題 跟這個找對手什麼什麼 哇其實都很猛烈 而且今年你會看到民進黨 基本上就是比較趨於這個 真的有點綁手綁腳了 碰到了柯文哲 其實不要說民進黨 國民黨也是啊 是就是趨於穩健的打法 就對於這個柯文哲到處罵 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存在 對就是柯文哲到處罵 到處打 然後你會發現藍綠 基本上對他講 嗯好好 大家都想編原話 可是他沒有辦法 而且他直接點名藍綠 我每日疑問 你不回答我就心虛喔 那我就每天問一樣的問題 我跟你講最厲害就是 那我就真不回答 因為很簡單 我覺得藍綠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他有卡到一個點子 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你今天大力去回擊他嗎 因為我剛剛講 因為柯文哲有點拉籃 又拉籃又卡綠嘛 所以我如果去回擊他說 會不會造成柯文哲的 整個的得票的結構有點位移 那這一位移完了之後 會不會反而讓別的陣營 去撿到這個便宜 所以我覺得藍綠在這時候的共識都很重要 就是主要的候選人什麼 基本上柯文哲說什麼給他去講 不要猜他給他去講 但是私底下下面要回應 下面還是要回應 該該講的還是要有 那個攻防還是有 但是你就會發現到柯文哲的攻防 是柯文哲自己發動 那藍綠的回應是上面不回應 但下面會回應被動回應 那這種被動回應的方式 我認為就卡到就是說 柯文哲現在的民調整體的狀態 他維持在這個點上面 那他也沒有大幅度的成長 我說實話 大家都覺得說柯文哲什麼一下 什麼10多 一下20 17 8 然後或者是到這個什麼 19到20這樣 感覺上好像起伏很大 那是因為柯文哲的母數比較小 所以他稍微有點震盪 你覺得他震盪很大 所以我就到現在為止 大概呈現三強鼎力 我完全不懷